观世界 看中国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欧洲卫视 环宇天下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022年第25届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日前在海口市闭幕 会上签署了16个重大项目的合作协议 价值205亿元人民币 约27.6亿欧元 在本届交易会的最后一天 海南当地政府发布了一份推荐海南开发的优质水稻品种的名单 并向14家优质水稻种子企业颁发了许可证 刚刚结束的交易会设置了10个展厅 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级地区中的18个地区的1200家企业 展示了他们的2000多种农业产品 此外还举办了许多农业品牌发布 推介会等会外活动进行品牌宣传 海南 海口 琼海 文昌 东方 屯昌 宝亭等市县的企业 推出了区域共享的农产品品牌 以期进一步提升和拓展品牌农业 本届博览会还特别设置了6000平方米的展区 突出热带种业 汇集了80家国内外科研机构和种业企业 展示了海南省种业发展的最新成果 此外 尽管最近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 但是中国全国许多省区市都组团参加了此次展会 巴基斯坦 柬埔寨 蒙古 以色列等更多国家以及多家世界500强企业 也派代表前来展示产品和进行考察 通过签订合作协议 促进了一批农业投资项目在海南的落地 横滨的一家日本回收公司最近为乘客遗留在火车上的遗失物品 举行了一次特别拍卖 吸引了许多人挑选和购买一些便宜货 为期15天的活动安排在该市的一个地下步行间出售200多种商品 比如钱包和雨伞 雨伞是所有出售的商品当中最受欢迎的商品 也是人们下火车时最容易遗忘的物品 根据日本的监管政策 火车上的遗失物品可以由车站保管三个月 而一些低价商品如雨伞和衣服的保管期限只有两周 日本的铁路公司选择通过拍卖将那些无人认领的物品卖给回收公司 然后由回收公司为市民举行这样的销售活动 这不仅避免了浪费 还为消费者带来了好处 在新冠疫情之前 每天约有6900万日本人乘坐各种轨道交通 巨大的乘客数量也导致了数量惊人的物品遗失 据报道 一些铁路公司一年当中大概有25吨的物品无人认领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2年12月19日报道 印尼西爪哇冒雾 一名男子在垃圾覆盖的河流上钓鱼 地球虽然被水覆盖 但由于大多数水是咸的或脏的 超过10亿人无法获得干净的饮用水或卫生设施 每年有115万至241万吨塑料垃圾污染海洋 据估计 印尼的河流和溪流产生了大约20万吨废物 印尼的塑料污染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麻烦 当地时间2022年12月18日 泰国逃功府 暴雨之后 居民们在一家被洪水淹没的餐馆吃饭 当地时间2022年12月19日 加拿大多伦多郊区 当地一公寓楼内18号夜间发生枪击事件 导致包括枪手在内的6人死亡 1人受伤 加拿大警方说 枪击事件发生在多伦多郊区沃恩市的一栋公寓楼内 一名男性枪手在楼内开枪射杀5人 被赶到现场的警察击毙 另有一人在枪击事件中受伤严重 被送往医院救治 当地时间2022年12月19日 阿富汗 萨朗隧道爆炸事件死亡人数升至31人 死亡数字可能进一步增多 据当地媒体报道 一辆油罐车18号晚在该隧道内翻车 随后油罐车起火 并引燃了隧道内其他车辆发生火灾 当地时间2022年12月19日报道 英国邓杰内斯 试图在海上跨越英吉利海峡的移民 在皇家全国救生艇协会的救生艇的帮助下上岸 英国最高法院判决称 英国政府将偷渡者运往卢旺达的项目合法 此前慈善机构和移民阻碍了航班的飞行 为了应对前所未有的移民数量 英国首相李希·苏纳克 继续其前任鲍里斯·约翰逊的计划 将移民驱逐到数千英里外的非洲国家 当地时间2022年12月18日 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 消防员在仓库现场灭火 这场占地2000平方米的大火已经被控制住 根据初步报告没有人员伤亡 当地时间2022年12月18日 西班牙马德里 在第11届圣诞老人年度比赛中 参赛者到达终点线 大约6000名成年人打扮成圣诞老人 孩子们打扮成精灵 参加了4.5公里长跑 部分收入将捐给红十字会 当地时间2022年12月18日 伊朗德黑兰 由于严重的空气污染 城市变成了灰色 空气污染达到红色警戒级别 对社会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